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朋友大家好 這一集我們來聊一聊 最近一個新聞 就有一個鐵記專案 徵收戰術輪車的原型車 9月的時候會在台北航太展 先補充說一下 台北航太展 這個我可能第一天就會去 因為好像時間上面的安排 這樣比較方便 而且我已經申請了入場 所以應該當天可以 第一時間就在我的這個粉絲團 大家現在看到畫面上 這就是我的粉絲團 可以Google的到 會在粉絲團上面 或者是YouTube上面 來替大家介紹第一手的訊息 那這個鐵記專案 要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 主要是汗馬車 四輪的主要是汗馬車 然後另外就是有這個 輕型戰術輪車 輕型戰術輪車這個是 當初跟 以色列買這個美國的JIP 那個吉武車 就是它的其中一個版本來改的 那其實一開始是說 那個汗馬車可能尺寸 不太適合台灣 太寬了 可是買了這個車 性能也不是很好 然後另外 後來起了一個案子 就是說 我們有關這個 徵收的部分 就是它可能需要有一定的裝甲能力 而且要有上面是要有帶火炮的 就是最少要武林機槍等級的 然後 所以原來要跟美國 買他們已經做出來的JLTV 聯合輕型戰術輪車 它這個 就是美國的車子 其實看這個就知道它的尺寸其實不小 聯合戰術輪車這個車子其實還蠻大的 我們可以看這個 維基百科上面 就有蠻清楚的介紹 它有ABC3型 然後 你看它這一型 上面就是可以帶 這有槍盾的 就是可以保護射手的 有一個 類似簡易型的砲塔 像這個看起來就是武林機槍 那這車本身比焊碼車還要大 可是它當然裝甲能力就好 所以你看它窗戶就 玻璃也是很厚重的 它玻璃還有一個外框 所以這車基本上是算 蠻重的 六七噸 對啊 那它的製造商是這個奧斯科森 這個就是 我們買愛國者防空飛彈的那家卡車 還有我們有些油罐車 是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做的 那美軍它自己採購了五萬輛 陸軍採購五萬輛 海軍陸戰隊採購了1.6萬輛 所以它有一個規模經濟 那 這個國防部後來就說 它想要 跟美國買 可是美國的報價呢 就是有點貴 三十九萬美元 三十九萬美元 大概是一千兩百萬台幣 大約 一比三十的話一千兩百萬台幣多 那所以後來就因為 響應這個 國車國造 然後就 軍備局就說 我們可以自己做 自己做的話 聽說價格差不多的 跟美國 其實 一開始傳出來是 陸軍覺得可以自己做 那長官的 長官 一句話就說 跟美國買一些零件進來 然後我們就自己可以組出一台車 買美國的這個JLTV的零件 進來 然後做一個台版的 當初是這樣講 那可是 這個案子其實推了很久 其實我們都只看到這張圖而已 我們也對於這個 那最近陸軍戰術 陸軍學術月刊 雙月刊上面 有 有類似的文章在講他們這個 陸軍測試的結果 不是很滿意 所以你看他這P2 P2就是第二輛原型車 它 今年航太展要展示 然後 相關的訊息其實都不多 那 都不多 我們也只能現在 先觀察 那可是 我要先講一下 因為它這裡有 這是國防部提供的 它的這個分工圖 就這輛車主要是209廠 就是 生產雲豹裝甲車的那一家 那個兵工廠 在南投集集的 最早期他們還甚至 把雲豹 因為它是八輪 兩邊各四個輪子 他就把它 弄成兩個輪子 就是把車體縮小 把它弄短 然後 就兩個輪子這樣子來做 那當然陸軍就不買單 因為這樣 就很怪啊 因為 車子的底盤 車子的底盤跟 一般的輪車的底盤 跟裝甲車的底盤 其實完全不一樣 那我看一下 這個分工表 你會發現很有趣一件事 做炮的 做槍的這個205廠 它就負責上面這個 遙控槍塔 可是 雲豹的遙控槍塔 一直被大家詬病 就是它是很落伍的設計 所以不曉得 205跟202廠 接下來在這個 槍塔的部分 會怎麼樣做 一個問號 然後 車身是209 外掛裝甲也209 然後你看它動力系統 是公園院 公園院有個車輛鎖 然後車內通話系統 中科院 其實中科院 會做 某些 無線電 所以 可能 它就可以組一個 類似的 配備 那滅火系統是202廠 其實我也畫一個問號 因為 202廠的 專長 之前有滅火系統 商用化這件事情 我們好像很少注意到 然後這輛車有空調 所以工研院 來做它的空調系統 電力控制系統 濾讀 結果看起來要有 和聲化的功能 要有過濾器 和聲化等級的過濾器 感覺是這樣 那上面的 徵收系統 中科院要來做 就上面會有突出一顆 這個 這個東西 其實 中科院 因為有個 有個光電鎖 那光電鎖 目前做出來的光電系統 要真的是 成熟的產品 也蠻少的 所以我們當然是 樂觀其成 所以這個簡單的 這個表 那另外我講 這外掛裝甲 這個應該是 跟合成 坐馬桶的那個 合成合作的 那你看底盤是209 可是全世界 除了美國 有類似的東西 難道其他國家沒有嗎 其實 這個 這個案子 因為推很久了 然後所以呢 大家也都蠻關注的 警政署 這幾年有買一個 G2的這個 輪行裝甲車 他們的那個 就要攻堅的時候 他這個 這個車子 你可以 你可以 把尺寸當作是小卡車 他 警政署當然就買現貨 國際上的現貨 這好像金兵公司他們代理的 所以其實看起來也不是買不到現貨 這第一件事情 這 這 這個 唉 也只能這樣講 那可是這個消息其實從一開始傳出來 你就發現 這個 JLTV這麼大 啊 漢馬 這麼大 可是漢馬就已經比一般的這個皮卡大了 所以你看這個尺寸 所以陸軍一開始就說美國這個太大 其實他應該是嫌他太貴 好 那這篇文章當然是上報的啦 上報有人投稿的 就講說其實這些東西啊 國際上很多現貨 不見得真的要國車國造 因為你自己造才三百多量的需求 那他就一定很貴嘛 那他提供了幾個建議啦 那當然 第一個來講這個法國 法國這個 法國之前他們沒有漢馬車 他們不是用漢馬車 他是用保濕 他有一個P4的這個 激古車 類似激古車這種越野車啦 可是他這個幾乎就是沒有什麼裝甲 可是他也是多功能 他們是用來就是 做機動的這個載具啊 輕型的機動載具 那德國的下一 法國的下一代 不好意思 法國的下一代啊 他其實用這個 這 AX AX這個是 雷諾公司的子公司 那他出的這一款啊 ACMAT這個啊 VT4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福特的 這個 福特的車型 Ranger 他就是福特的Ranger 來改的 來改的 所以法國他們就是用商用車 直接跟廠家 跟福特來簽 1000輛 然後做一個改裝 然後呢 台灣有星光部隊 我們都看到星光部隊 其實他是用Land Rover 他們用這一款這個 類似Defender 這 這一類的車啦 他機動能力也很強 也耐潮 那我們來看一下捷克 跟我們交情很好的捷克 捷克做車也非常的成功 捷克的車子 其實他們買的是 Toyota的這個皮卡 Hilux 這個海力士 他買軍規的 可是我現在來講 這些都輕型戰術輪車 輕型戰術輪車 就是 這個 貓膩就是在這邊 就是 這一個專案 鐵技專案 他特地講說 他是徵收戰術輪車 所以呢 他的規格 他就是把它列到 跟這個 JLTV一樣的等級 可是在美軍 JLTV 他是全面取代 和馬車 那我們取代和馬車 是用輕型戰術輪車 所以他有點把它區隔開來 就變成 我們的四輪的這個車系裡面 就分成兩種了 就是輕型的 就用戰術輪車 輕型戰術輪車 然後 需要有一定的裝甲能力 他就要改用 這個等級的 可是他又不買美軍的 他又要自己來做一個鐵技專案 所以 當然 我們剛才講的 其他這些國家的這些車型 他都是 跟輕型戰術輪車是同一級的 可是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出來 他們的 這個 機動能力 跟他的 這些後勤 這些 應該都會比我們 現在用的這個輕型戰術輪車 好很多 所以就是 比較可惜的 那 當然也有貴一點的 賓士 他有G-Class 這我們都知道 這個 極品 輕型戰術輪車 當初在競標的時候 這個賓士也有投標 可是沒有標到 因為他當然最貴嘛 就是很可惜 沒有辦法 陸軍都勤儉建軍嘛 對不對 所以 不是我們不支持國車國造 而是我們在車輛上面 車輛工業上面 軍備局的這些兵工廠 它本身的造車技術 你看他們造過多少車 其實很少 就是戰甲車這樣子而已 然後他從來沒有造過這種輪車 這類輪車跟商用車最接近的 可是他從來沒有造過 所以更不要講他卡車 他當然要買現成的卡車來 來改裝 所以他都沒有造過任何輪車的情況下 那你期待他這一次做300輛的這個 徵收車 他就OK了 應該有點困難吧 所以 我們也只能期待啦 9月份我們在航太展的車就看得到 航太展展出來是原型車喔 不代表陸軍會買喔 我們有很多的時間就是這樣子 不斷的流失掉就是 不管是中科院還是兵工廠 他說他們可以 然後你讓他四個三四年之後 生出一堆很奇怪的東西 之後 有可能再轉頭買國外的 那你三四年就過去了 那之前研發的錢也花下去了 那所以我還是建議啦 我們可以的話買技術 我們從頭到尾 重來買一個技術進來 建立完整的生產線啊 什麼這些 那你才能有可能脫胎換股 你買know how 買授權 因為人家已經有幾千輛幾萬輛的這個 的這些經驗啊 還有這個實際的銷售 還有甚至有些有戰場上的這個洗禮過 有實戰經驗 那這些的車子可能啊 都比我們閉門造居啊 都還要好 所以目前看起來其實講難聽一點 真的是可能啦還是 閉門造居啊 這就是蠻可惜的 就是我們 我們希望啦 這個 具備局的長官 加油啦 然後 這個 陸軍啊 陸軍 陸軍當然需求可以開得高一點 那像這個 這一款呢 它上面帶的是 三菱鍊炮 這是APA器上面的那個 那個炮 JLTV 你看 它上面這個遙控機炮 它這一款 它帶的就是 它帶的就是APA器上面的 那三菱機炮 所以這 這要怎麼講 我們也只能講說 嗯 這M23栋L的F30的機炮 然後它是 APA器上面的那一艇 它不是 MAK4是那個 ATK的那個煉炮 它不是 它是APA器上面的那一艇 然後 所以這個彈 跟那個也不一樣 那美軍它的後勤體系就 他們OK嘛 所以你看它這個原始 它上面就有一個 槍座 那這槍座呢 它不能太太深喔 它是放上去旋轉 可是它這個車頂 本身的強度要夠 然後它上面還有一個 可以動作的 那個 電子式的這個 旋轉的機構 不是抑壓的 現在都改電子的 才不會失火嘛 重擔不會失火 所以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啦 JLTV它本身也 已經有很大的這個客群了 英國也買啦 英國 英國也買很多啊 你看2700 亮 立陶宛 那原來 我們台灣也是要買啊 三四四亮 對啊 可是後來就是說 有點貴 那能怎麼辦 呵呵呵呵 這個 我期待啦 也只能 祝福 希望能夠順利的研發出來 好 我們這個話題就先聊到這邊 OK 有空再聊 掰掰